左青龙右白虎,不可不知的风水秘籍,风水学实际上是一门磁场方向学,风水师勘测风水,离不开罗盘,而罗盘的核心构建就是指南针,风水师要根据它来准确的判断方向,因此,我们不能脱离东南西北,四面八方来谈风水,今天我们就来谈谈风水上的方向。 一所房子,首先,要有阴阳象背,这是判断风水的重中之重,我国传统的建筑,很容易区分前后,但现代的楼与住宅,很难判断哪边是前,哪边是后,根据现代风水界的普遍认知,窗户最多,海光面最大的那一颗,极为房子面朝的方向,与其相反的一颗,极为房子背靠的方向,前低后高,代代英豪, 极为房子面朝的方向地势应该低,最好不要有高大的建筑物遮挡,房子背靠的方向地势应该高,最好有高大的楼与座靠山,风水上有四林山爵,左青龙,右白虎,前朱雀,后玄武,这是十分重要和基础的环境判断方法,不怕青龙高万丈,就怕白虎抢一头, 极房屋左翠的地形或建筑物,要高于房子右侧的地形或建筑物,朱雀祥物极房屋前面的空间要开阔,玄武移高步移低,极房屋后面的地形或建筑物,要高于房屋前面, 方水上一般用八卦来代表八方,其中前卦代表西北方,坎卦代表正北方,更卦代表东北方,住宅的这三个方向地势应该高,最好有山丘或高大的楼与出现,宽卦代表西南方,贵卦代表正西方,住宅的这两个方向地势应该平坎开阔,一卦代表正南方,去卦代表东南方,正卦代表正东方, 住宅的这三个方向地势应该平均,最好有河流,水井出现,在我国,由于阳光从南方射来,朝南的房屋便于海光清暖,同时避免西北方吹来的寒风,因此,坐北朝南的房屋,符合唐冬巨气的风水原则,能够更好的招来财运,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位,在风水上被称作新东方,赤祥瑞的征兆, 朝东的房子可以西方旺季之气,让人同伯向上,精神饱满,西方,北方的阴气较重,朝西的房子,上午阴气较重,而下午强烈的阳光又会直射入屋,封天冷,下间热,朝北的房屋终点,无法见到阳光,阴气重,而阳气不错,必然导致阴气不妄,开阴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